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卢秀燕市长就炮轰说中国已经是全台湾最大的火力发电厂了 国家供电不足不能够全部压保在台中吧 那如果要增加燃气机组的话就要减煤 不然让台中过去几年改善空污的努力不都通通白费了吗 其实卢秀燕说的没有错 过去公投的时候就代表人民其实是希望能够以核养绿的 可是绿呢还是硬要让核电厂退役 那现在总不能够说老百姓拼了命想要改善空污 结果呢为了一个非核的神主牌 把燃气机组一装过去这几年来的减碳努力 不是就通通一夕之间化为乌有了吗 施誠哥怎么看 承介人说2030年的不缺电 张善政说那我最近我桃园跳电是跳歹命的吗 我们当初小英总统说 我们以后未来电购用不会大幅涨价 都跳票了 你知道吗 我查了一下我们现在燃煤机组发电量836亿度 燃气机组1083亿度 我们的核能占176亿度 其中核三厂就占了154亿度 我们核三厂即将要停止要没有了 情况的154亿度哪里来 你知道台中我们是有全世界最大的燃煤电厂 你知道七组同时发电我问过了 其实三组的这个燃煤机组是备用的 可是因为台湾的电不够 所以全部拿来发电 所以我们台湾呢用肺发电 现在台湾肺腺癌 实现往上升很多人是不抽烟 那请问一下